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只有爱国者导弹和独刺缝红导弹了 陆军部队主要依靠空军来掩护自己的头顶 这样反而简化了空中敌我识别等问题 而俄罗斯在接收苏联的大部分遗产后 也同样受到了苏军未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困扰 也许苏联如果不解体 那么苏军也会开发出类似今天解放军的 跨军种的一体化空中情报系统 来解决这些复杂的敌我识别问题 但是迄今为止俄军在这方面并未部署类似的系统 其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大多还是延续苏联时代的老装备 只做了有限的修补升级 而近期俄空天军为了加强对前线的空中支援力度 飞行架次大幅度增加 这就使得其前线附近空域空前繁忙了起来 空天军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的飞机 同时在空中执行作战任务 而空天军手里的战斗机又分属延续苏联防空军体系的苏三连M2 和延续苏联空军体系的苏三五苏三四 而地面的S300P和S300V也分属于苏联防空军和陆军的体系 客观上这就使得指挥控制系统的压力大增 出现一些人为或者非人为的意外和事故 似乎也就在所难免了 不过我们也发现近期的物件事件并未导致俄军前线打击架次 大幅度的降低 这就让我想起艾森哈威尔回忆录里 说起他和朱可夫的一次对话中 聊起进攻中遇到雷区怎么办的问题 朱可夫就说那干脆让部队蹚过去嘛 因为如果停下来排雷 那会被对方火力覆盖 损失更大 虽然这个老朱的这个话吧 有点当着盟友兼未来的对手吹牛的意思 但是这种网劲呢 确实也是一种俄罗斯式的习惯做法 那么除了指挥系统混乱 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拿出电子对抗领域 这几年以来每次冲突之后 都会有人拿出来喊几句的苏特系统了 传说这是一种美国神秘的 网络战与电子战结合的系统 按照网上的传说 这套系统能够通过发射无限电信号 接入敌方的网络系统 发送假命令 甚至夺取敌方网络系统的指挥权 甚至让你的防空系统攻击自己的飞机 那相关领域的朋友就开玩笑说 这玩意儿现在已经成了万能背锅侠了 只要出现了遭到电子对抗 难以应付这类的报道 相关领域的朋友们就会念叨一次这个东西 更有意思的是 在近年来 美国武器神话一一被破解之后 有一些反华媒体 它实在没有弹药可用了 于是就只好拿出这种 云闪雾罩的秘密武器来大呼小叫 你们中国弄那么多导弹 到时候美国人苏特一开 你们导弹 全都打到你自己头上 晕晕 这也是罪了 这里我也是找了一篇公开的学术论文 当然时间上比较早 还是2011年的 中国电子集团主办的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杂志 所刊发的文章 《网络战攻击与防御技术》 对苏特计划的分析 来谈一谈对于这种 美国秘密武器的我方早期解读了 根据这篇文章的说法 2001年 美国国防部在承报国会的 网络中心站报告中 附件中首次公布了苏特计划 该计划以美国红旗演习的倡导者 理查德·穆迪·苏特上校的名字命名 后来由BAE系统公司发展 涉及到打入敌方通信网络和计算机系统 尤其是综合防空系统 苏特计划到当时为止发展了五代 而今天据报道已经发展到了第六代 这套系统在当时部署在EC-130H电子战飞机 RC-135VW电子侦察机和F-16CJ战斗机上 其针对敌方的雷达信号发射机 是EC-130H飞机上的矛头吊舱 RC-135VW侦察机负责接收敌方的电子信号和发射通信信号 F-16CJ负责进行电子干扰 和通过电子吊舱对敌方电磁辐射源进行快速定位 同时也负责进行硬杀伤 也就是使用AGM-88哈摩导弹 对敌方暴露的雷达进行打击 此外2007年L3哈里斯公司接到了 将苏特系统装上无人机的相关订单 据美方的相关报告和公开报道 2000年进行演示试验的苏特1的主要任务 是以上述三种飞机配合 加强对敌方地面部队时间敏感目标的打击能力 用人话出来就是对付敌方的机动雷达和防空系统 据报道称相比传统的电子战系统苏特1 最大的特点是能够让美军的电子战飞机 看到敌方雷达的目标显示画面 此后的2002年苏特2系统进行了试验 这套系统通过EC-130H电子战飞机 把假目标信号注入到敌方的防空雷达 而RC-135则可以将假指令注入敌方的防空网络 此后2007年苏特3进行了测试 这套系统的功能是能够打入敌方导弹发射架的数据列 关于苏特4的报道就很少了 具体功能不详 2007年进行试验的苏特5系统据说进一步扩展了网络战的范围 包括进攻防御扰乱和欺骗等作战 美国空军为了支持这一网络进攻能力 在各战区司令部成立了网络战专家组 每个专家组包括了攻击黑客 网络系统安全分析和情报搜集计划员等 更多关于这套系统的报道就更加少见了 不过据称现在美军的苏特系统已经发展到了苏特6 它可能比苏特5系统具备更强的网络攻击能力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苏特计划中的许多技术能力 已经在其他领域得到了使用 比如说显示敌方雷达画面这一项 美国空军已经在B2、B21等隐身飞机上安装了 具备类似功能的电子分析系统 能够分析接收到的敌方雷达信号判断自身是否已被发现 而注入假目标的能力 已经成为了第五代和四代半战斗机电子对抗系统的一项标配功能了 在2019年巴基斯坦和印度空军的空中对抗中 印度空军事后公布的其地面雷达上显示的空中态势图中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受到了注入式假目标干扰的影响 因为其雷达中显示的空中目标的数量 远远超过了巴基斯坦空军实际出动的飞机数量 且队形完全不合理 那么论文针对已经获知的苏特123的关键功能 及其实现途径进行了分析 首先注入假目标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技术了 其中提到1995年就曾发现美国对我防空雷达注入假目标 其实实现途径主要还是通过针对敌方雷达 发射模拟目标回波信号来实现的 这种欺骗式干扰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此外类似的也可以通过对目标雷达发射信号 使其接收机接近或达到饱和状态 使发射机的灵敏度过度下降 从而观测不到中小目标回波的信号 这样就可以达到让非隐身的小型战术飞机 在敌方雷达上隐身的效果 有媒体报道称2007年 以色列的F1516飞机在攻击旭利亚的时候 就得到了苏特系统的支援 因此叙利亚未能发现这些飞机 至于向敌方防御系统注入假指令 而洛洛提到这主要是依靠 目前不少国家的防空通信系统 只有初级的加密措施 因此就可以接收敌方防御系统的报文 对其进行破译解密 从而获取无线通信的协议和消息内容 得到通信协议后 就可以由电子战飞机发射假指令 给敌方无线通信接收系统 改变敌方作战行动或装备操作 至于获得敌方雷达显示画面和控制敌方雷达 也是有可能的 在看到敌方雷达显示画面方面 如前所述 己方发送的干扰信号是一致的 己方的雷达也可以对战场内的目标进行探测 这样就可以获得敌方雷达大致能够看到的态势图 然后再通过监听敌方雷达发出的通信报文进行核对 以及对己方前线战斗机发挥的敌方雷达照射情况 经过这几方面的叠加 就可以获得敌方雷达所观测到的各种目标的情况 从而形成敌方雷达的显示画面 至于说控制敌方雷达 这个是有一定条件的 因为一般来说雷达的详细操作指令 并不需要进行远程通信传输 所以应该只能对敌方无人职守雷达进行远程控制 或者也可采取派遣人员打入敌防空系统 观看显示画面或控制雷达等古老办法 不过估计苏特计划不会采用这种攻击方式 那么文章中也提到了 针对上述苏特系统的工作原理进行对抗的一些方法 其中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内容 其实和通常的网络安全技术类似 但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可以说 首先就是针对苏特系统主要通过 无线网络信号进行攻击的特点 应该尽可能在防空网络指挥控制系统当中 采用有线通信 主要是地基和海基的光纤通信 这是最好的反侦查反注入和抗干扰的措施 其次在单雷达的情况下 也可以采用一些常用的抗干扰手段 对假目标信号进行识别和滤过 此外由于苏特系统需要发现目标的具体位置才能实施攻击 因此雷达低结和概率技术也可以用来对抗网络攻击 针对敌方网络攻击实现隐身的技术能力 对抗手段中有一条是采取通信欺骗 比如将已经发现的目标不在常规通信系统中进行传输 而是在保密和加密通信中进行传输 从而使得敌方认为自己未被发现而意外遭到攻击 最后一条就是可以直接击落敌干扰机 因为EC-130H也好 EC-135也好 在现代战场上生存性并不突出 由于机载发射机的功率也有限 其有效距离并不大 所以可能进入远程防空系统的射程之内 所以只要能够将其击落 那么它的功能也就无从发挥了 那么到了现在有了歼20这样的隐身刺客 这类非隐身的大型飞机就更容易被直接击落了 那么在俄乌现在的战场环境下 一架美军EC-130H也不大可能接近到俄军导弹阵地很近的位置 来使用苏特进行干扰 当然了 现在的EC-130H电子战飞机已经退役了 美国空军使用弯流飞机取代了该机 可以设想他们应该用了新一代的发射机来取代矛头吊舱 由于弯流的尺寸比C-130小 那么飞行速度更快 因此苏特系统的生存性也可以得到提高 因此上述弱点也就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所以如果俄军真的遭到了电子攻击 那么现在他们就该回头去找找 是不是曾有弯流或者类似的不明飞机 在物极事件发生时接近过俄军导弹阵地了 不过以俄军目前的混乱情况 如果有美国飞机或者无人机趁乱接近 倒也不是不可想象就是了 而且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早在2007年美军就已经决定在无人机上装备苏特系统了 早期安装苏特系统的可能是RQ-4 全球鹰这样的大型无人机 然而它的生存力其实也够呛 但是这都2024年了 RQ-180已经服役好几年了 在俄罗斯这种环境下 这种与B21采用类似隐身技术的无人机 那还是有相当强生存力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上述的分析 苏特系统的主要弱点在于 需要了解敌方雷达和需要干扰的 网络系统的具体位置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针对敌方机动目标或者说时间敏感目标 就需要F-16CJ战斗机使用机上携带的精确电子定位系统 快速精确的反向定位敌方的雷达才能有效进行攻击 因此防空系统的总体能力依然是对抗苏特系统的重要指标 如果有一套足以对空中情况了如指掌的先进防空系统 那么即使它不具备网络防御能力 搭载苏特系统的飞机也很难靠近发挥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苏特系统作为一套机载系统 其劫持敌方指挥控制系统的任务又要求实时接收和发射 因此它很难破解非常复杂的加密通行 因为即使美军为这套系统配置了专家组 但依然不可能做到实时破解他们并不熟悉的加密信号 换言之它只能针对美军已经积累了足够数据的敌方防空系统发挥作用 至于说要劫持敌方的网络系统 那就不仅仅是破译敌方加密信号了 必须对敌方的指挥控制系统的各种代码非常熟悉才行 我们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 这些物件事件中尚未涉及到S400系统 主要是S300系统出了问题 那么这就可能得怪到俄罗斯此前满世界到处出售S300导弹头上了 毕竟连北约全国希腊也在90年代就获得了S300 我们知道S300出口版的原代码它肯定是加了密的 只不过作为一种比较早期的系统 它的系统原代码本身和加密方法 即使在当时也都并不是很复杂的 我国公开刊物上早就刊发过相关的回忆文章 提及90年代我国破解某进口防空系统原代码 使之融入当时我国的防空指挥通知系统的过失 因此北约获得S300系统的原代码 熟悉其通信链路的各种协议和规格毫不意外 这也是苏特系统能够对其进行攻击的根本问题 不过2020年土耳其也已经获得了S400系统 苏特系统似乎仍然不能对它进行有效攻击 当然我们现在说不清楚这件事 要么是俄罗斯学聪明了 在外贸系统上使用了和本国完全不同的协议和数据接口 要么就是北约的网络站专家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万能 没能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就完成对S400系统的破解 不过在谈起此事的时候 相关领域的朋友对于俄军的网络安全 还是屈指以鼻的 虽然俄罗斯本身也可以算是网络安全大国了 但是至少据了解 俄罗斯防空系统迄今为止 都没有把在很多企业上已经普及的硬件防火墙列为标准配置 这恐怕就不是凯巴斯基公司能帮忙解决的了 这也是前面提到的论文里专门强调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苏特系统对防御系统注入假指令的一个基本前提 就是目前有不少国家的防空通信系统只有初级加密措施了 换言之我们可以推测出几个基本的问题 那美国的苏特系统按照他们的描述是一种针对技术落后的对手非常强大的 电子战网络战手段 能够非常有效的克制只有初级加密措施的防空系统 并且也有可能进一步扩展 能够在更高的层面对更高级的通信系统进行入侵 对于依赖无线通信网络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是具备战略级的攻击能力 但是这套系统也有它的局限性 它并不是传说中的无敌神器 对于早在9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防空指挥控制系统和国家应急通信系统光纤化的国家来说 它的意义就从战略级给降低到了战术级了 主要是针对机动防空系统进行网络攻击 而在对手的针对性强化网络防御手段之后 即使有专家组在幕后提供支持 其效能也会变得不可靠 况且我们前面也提到 美国这个网络战专家组是设置在战区级的 每个战区级司令部一个 也就是说属于战役级的手段 你要让他们在每次战术行动中都能够给你提供支持吧 显然也不太现实是吧 不过当然了 我们应该看到2010年以后 关于苏特系统的相关信息就比较少见了 个人认为与其说这套系统过于先进 进入了美国的黑色项目进行高度保密 更有可能的是它的相关功能 逐渐分散到了其他的电子战和网络战系统当中 因此就没有必要再单独保留一个苏特项目 进行集中式的发展 当然目前有一些关于美国技术 已经发展到可以将电磁外泄信号 来进行监听乃至入侵有线网络的报道了 但是这就比苏特更加神秘了 当然理论上是有此可能 但是这需要的监听设备应该会非常的庞大 或者发射功率需要非常大 而作用距离应该会非常近 因此这种技术它即使存在 其实实用价值也不大 作为CIA的情报手段 在一些特殊场景下发挥作用还有可能 作为基载网络攻击手段 就有点超越现阶段的理论概念了 那么反过来说 既然早在2011年就已经有对苏特系统工作原理分析的相关文章公开了 此后这个东西又成为了电子对抗领域的万能背锅侠 几乎每个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耳熟能详 那么你猜喜欢摸鹰将屁股过河的国家 它会不会已经 是吧 那说不定呢 就有叫苏勒格特的电子站网络站系统 就装在某些隐身无人机上 在某岛附近患游着呢 是吧 好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下回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